欢迎大家来到阿哥阿里面的战朴的时间 今天我们来说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说 我有没有在仙道的前世记忆啊 有没有当过神仙的前世记忆啊 我有没有在天道待过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特殊的这个记忆前世里面 你有没有在天上当过神仙或神明啊 的一个战朴 为什么我想做这一题 就是因为我最近在觉醒的几个同学们 我就有发现他们有那种 有那种 比如说一觉醒的时候 看到回去的前世记忆里面 反而是穿的很像那种仙女飘飘的服装啊 然后会飘逸啊 会有云在身边 然后很多金色的光粉和光芒照在身上 有些还会后面会有光环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最近频率这么的高的话 会不会还蛮多人真的都是天道 天道那个转世的记忆在身上这样子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决定来帮大家站这一题 就是说 你有没有天道的记忆或曾经当过神仙的这个可能性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神仙 什么样的记忆以及 你们是经过什么下凡的 也是有机会从今天看到哦 好,那今天的选物呢 不是粉饼 不好意思,这不是粉饼 这个是Miko的Miko老师的那个魔法疗愈蜡烛 这个是the only 第一组牌的朋友是the only one的疗愈蜡烛 第二组是Hami 什么 这是什么 抱我什么 抱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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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好,这第二个是抱紧我的那个疗愈蜡烛 那第三个呢 是Look at me的爱情魔法蜡烛 曾经是天道者 下凡都会变真带吗 我觉得不一定吧 要看他选什么肉体 因为如果他的肉身 其实很聪明的时候 可能是聪明的啊 就只有可能是 他下凡可能选了笨笨的肉体 或者是说 他要来体验傻傻的 的肉体的话就有机会 那我待会把它叠在一起 然后依照他上面的顺序来做占谱 楼 选好了没有啊 准备开始楼 嗯 选好朋友就这边 看着这边 看你的选物 好 算得到这边 又念算的是这个 奶茶色的 只有only one 的魔法疗愈蜡烛 来看看 来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有没有过天道 当过神仙的记忆啊 什么样的神仙呢 然后什么样的记忆呢 然后以及呢 就是 你为什么会下缓呢 来看一下下 第一组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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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过敏超严重的耶 我觉得在家 连续打配打了二十几下没听过耶 然后我就 后来我就吃了三种过敏药去抑制他 然后一到下午 就是一到五点多上课的时候 鼻子就太干了 干到那个什么 红后面有一种 军裂的那种干的那种痛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唉 觉得惹药 听着是这样子 可是 清明节没有惹药 就不叫清明节的样子 清明节是爱惹药啦 清明是接雨 纷纷啦 今天是清明节啊 没有啊 就清明年假开始前后不就会下雨 听说 而且很准时哦 就是今天开始下雨 烦死了 今天四月一日的愚人节 好 那我们学得到了第一组牌的朋友 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你前世 有没有天道的记忆呢 那如果有的话 是当过神仙或神明吗 当什么样的神仙什么神明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组牌的朋友 在天道的记忆里面的话 钥匙 心情跟老鼠 就是 我这边能看到的事情就是 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比较像是 你们比较像是说 就是负责管事的这种感觉 举例来讲 就好像你在天道的记忆的话 我看到就有一个那个 我看到有一个书柜 然后这个书柜 好像是一个像 天库的一个书柜 然后这个天库的书柜 里面呢 会有很多很多的卷轴 卷轴里面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 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是 他人生的使命的 或者是说 这个神仙他可能有哪些祭党 或者说 这神仙转世的记忆 什么之类的 会被放在一个库里面去 可是后面有老鼠 就其实我觉得 那个地方好像是很旧啊 或者是说很古老 甚至是我觉得 整座那个 放那个卷轴的塔 或放那个书籍的塔 是有点破破旧旧的这种感觉 可是呢 我这边看到还有就是 你们好像也会有时候偷拿一些卷轴出去的这种感觉 简单来讲 就是 我看到就是第一号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些时候还会 还会那个 还会那个什么 你们会帮别人 就是说你要看哪个档案啊 你要查谁谁谁啊 或者什么的 然后会有贿赂你啊 或者说跟你打好交情 会请你说帮我拿一下 帮我看一下这种感觉 可以帮我掉这个档案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老鼠牌应该是说 也会有一种 台面底下 大家都知道东西会在这里 或者是说 会跟你去交易 然后就跟你换这个资料的感觉 所以感觉这个老鼠牌 也有一种那个 举例来讲 我可能准备在 天上有一个事情要过啊 或是有个题目要过 或是有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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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解要度的话 可能会找你哦 去拿一些提点 跟拿一些讯息 来过关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我这边也看的就是说 嗯 医药主牌的朋友就是 你会不会 转世为人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很喜欢 帮别人忙 比如说 你只要会了一点 比如说 你刚好会做美术 就很想就是说 啊不然之我帮你弄一下 就好了 或者是说 那个 你的同学们 不是这么聪明的时候 你会想协助他们做功课 或协助他们 教那个 作业的这种感觉 甚至我觉得 有一点会帮别人做弊的感觉 然后 腰主牌的朋友 因为腰主牌的朋友 就是说你权限蛮大的 然后也 也有很 也很迅速的 可以处理很多的资讯 或很繁杂的东西 但是就是 你们也蛮容易 帮别人做弊 或是给别人一些 小小的门路的这种感觉哦 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听到记忆之中 还有什么呢 庭院 小鸟 嗯 嗯 基本上我看到的第二组牌 就是说 你们在天上的记忆 还会是用飞的 就是 一号组牌的朋友 有没有属于用飞行的 这个概念 会在每一个院子啊 或者说每一个 每一个那个 呃 宫廷之间 或者是楼跟楼之间 你们会用飞的方式飞来飞去 而且 你们除了管这个钥匙以外 好像还会去 呃 送花 简单讲我看到就是说 有个高塔 你们主要就是去去拿到资料之后 或者是说那个什么 上面有人交代资料后 你会把资料拿去封存 然后封存以外就是 如果没有人在这个季节封存的时候 你会调岗位 你就会去帮忙就是啊 比如说收集那个花园里面的植物啊 然后去给各公送花 或者是说哎 协助就是那个活动的布置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也会有帮别人那个帮别人引方向的感觉 或者是说帮别人布置场地的这种感觉 嗯 我觉得不叫不像是为人引路哦 我觉得更多的真的会是 呃协助一些神明 拿到一些机密资料 或者是帮他偷偷过一些题目的感觉 我比较投机取巧型的感觉啦 晚上来咯 然后呢 这边第二个就是说 嗯 第二个就是说 我看到就是说 你们除了用飞的在各个公园里面飞来飞去以外 或者说你会去送花 或者说去帮忙布置 那这边呢 我觉得就是一号主牌的朋友 你们在听到的时候 还有机会是 还有机会是就是比较会八卦 比如说 哎我跟你讲啊 听说最近那个私命又在帮谁在谁掉卷肘 听说哪个神仙啊 最近在查那个谁的这个历劫布啊 可能想知道他怎么历劫的这个事情 就好有这种八卦 会这样交换来交换去 这样子 好主要是身份是这样 主要你们的主工作是这样 然后你们生 生活的主场景呢 就是在各公各院飞行 比较不像是有一公主位 或是不像是你们特别有一个权限 比较像是 比较像是 比较像是那个 比较像是你们拥有自己的工作本质 然后其余的话会到处支援的感觉 所以比较像是仙女啊 或者是说传送的人员啊 或者是说专门管那个 祭祀党的那个门卫啊 这种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好 那看看你们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可是为什么要下来 星星编子跟书本 嗯 星星编子跟书本 好 我知道故事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不是说前面 总管 总管我就描述可以 艺术牌的朋友就觉得你在那个 管理祭祀党案的时候 我就说了 有些神仙或是有些神明 可能会需要这些资料 或者说给你钓鱼的时候 会跟你查询 可是有些人是没有权限的 可能会用买通你啊 或者是说你想偷偷帮谁过关的时候 你会给他这些机密的感觉 那后面其实星辰牌就是一个 广阔的视野 编子牌又有一些鞭策 其实在讲的就是说 你好像有一次 怎么说呢 弄丢了一个很重要的档案 举例来讲 你可能 可能那个谁谁谁 他掉了什么档案去看 然后掉了档案去看的时候呢 他选需要有归还日期 跟签署的这个时间 然后你好像把这档案给他看之后 不知道怎么了 也许这个神明或这个时间 他可能需要这个卷轴来做事情 或者是他需要他的下一步 然后有一点被倒走的感觉 那这边看来就是说 药主牌的朋友就是 就是到最后他们可能查查查到说 为什么你手上会有这个卷轴 这卷轴不是归他管吗 然后整个人就捅出楼子了 他就开始说 哦那个 那个什么他有借走 然后没有还我什么之类的 然后鞭子就有一种被管轿啊 他被鞭策啊 或者是说被要求怎么样 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你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 那后面书本呢 就是也为你记上了一笔 就是医药主牌的朋友 就是说 你转世原因比较多的话 可能是就是有泄漏资料 或者是说耽搁到其他的那个 其他的神仙们 他们应该要进修的一个性进程 或者是不小心帮一些神仙们破题了 然后重点后面还将那个什么 资料整个给搞丢了 哦 就第一组牌的朋友蛮像我 就是会那种 嗯 一个错再犯一个错再犯一个错 然后搞到最后就是 全部都变成我头上的那种感觉 就是 会有这种能量 所以医药主牌的朋友 第一个你可能很喜欢 给别人一些方向跟想法 给别人一些提点 或者是说你会想把你会的 你有的资源 会很想分给人家 那第二个呢 想说就是医药主牌的朋友 可能是天道天下的原因 所以你会会不会容易觉得自己容易挑八卦啊 自己容易跟别人讨论别人的事情啊 或者是说 你有些时候会觉得别人的事 你看的都很透霜 在该怎么做 该怎么改 该怎么解决 但是后面啊 其实 嗯 你为什么会下凡 蛮有机会是 哎 犯错 然后被惩罚的感觉 因为你好像把机密文件给弄丢了 或者是说 你把一个蛮特别的题 是绝对不能让他知道的 哎 你破了一个界了 哦 因为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医药主牌的朋友 你可能也是被骗了 因为具体来讲 感觉是 有一个 有一个神仙可能要一个过关的方式 然后他好像是个地图 然后后来呢 他是请别人跟你去拿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地图给他看没有什么所谓 但结果他是 因为你要的地图是为了给那个谁谁谁看 他要去找一个 藏东西的地方 那其实你就意外的泄漏了那个 泄漏了天空的那个路线 或邪漏天空某个不能去的公庙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种事情 所以你算是被惩罚下来的 所以一号主牌的朋友 你可能精神也会觉得有一种 有一种觉得那个 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 或者会觉得就是 自己很认真在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主管有时候尝试不到 他们会找我的毛病来 来烦我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从天上的记忆带下来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承认一件事情 如果就是一号主牌朋友 你有做错事啊 或者是说你有发现东西坏掉了 或者是没做好了 然后如果你可以承认是你的问题的话 其实事情都很容易被解决哦 但是我可能从天上开始倔疆 说你罚我就罚我吧 反正我就是该做我都做了 你就下去了的感觉的话 一号主牌的朋友 你会比较固执 听不太吓别人跟你讲说 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的感觉 你会比较执拗一点点啊 那所以就说好吧 要罚就罚 我就下去吧 然后就被罚了下来的感觉哦 所以一号主牌的朋友 如果你对于那种 你对于神明啊 对于宗教啊 有一种觉得就是 就是那种 哼 我就不信我回不去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有一种小小的不屑感 或者是说 懒得跟你们讲太多的这种感觉的话 可能就是来自这种潜似记忆 给到你们的哦 因为你们就是 把资料弄掉了 然后就是会有人好像陷害你 让你被放大来检视 所以你就有一点觉得 嗯 不公平 或者是觉得就是自己是被害者 为什么还是罚了你的感觉 那我觉得 可是这个虽然是人生的课题 可是也代表就是说 你每次要承认事情 可能是你做的 你看到什么补偿 其实你今生的课题就很好过 可是医药主牌 朋友反而就是最难 就是说 呃主动的承认自己 或者是说主动的去表达这个事情 因为你们会怕 承认了怎么办 那会不会是 这种事情会掉到我头上来 或者是会不会我承 我不承认反而没事 承认反而更多是在我身上的 一号主牌会有这种 没那些感觉 或是很担心自己要被黑过的感觉 这会让你们就是没办法在 生命体验的进程 赶快回天上哦 如果你没办法承认 或者是说 你会持续要去解释 为什么东西会掉的话 这可能会阻止你 回天道的一个速度 好不好 好 以上解牌送给一号主牌的朋友 如果喜欢你的影片的话 在留言区按爱心 那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记得按针电视频道好吗 谢谢一号主牌的朋友 好 二号主牌的朋友 我们来看你们哦 二号主牌的朋友 选的是白色蜡烛 哇 凯芬的课题很合耶 会觉得上级不公平 或者觉得有点倔强 就说 做了就做了 怎么样 有没有 凯芬有没有 五道主牌朋友 听到记忆前世的剧情 有什么故事呢 第一的时候 好 聪明 PA FC 那应该 就很没有 你 跟我 去 那 那 我 这 我 哦,對阿,另外一個空間在上課 比我好要大聲是不是 那我把麥克風拿近一點好了 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不知道會不會有沒有好一點點 阿捏 好 好了,我們來準備看一下 爹里祖的朋友囉 爹里祖的朋友我們來看一下 在第二組牌的朋友啊 你們在天上的記憶跟點會是什麼呢 什麼故事呢 或者是為什麼會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鑰匙、熊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小鳥 對啦,經典他男話記啦 我剛剛講過了 好,鑰匙、熊跟小鳥 我覺得 二號組牌的朋友 你們可能在天道的記憶上面 可能真的是神明了 譬如說就是有關職的 有關階的了 而且 這邊你還掌控了很多的一個 掌控了很多的指引啊 或者是說 在給下面訊息的時候 也會由你來給的這種感覺 這種小鳥牌在這一邊 我看到就是 嗯 我看到這個牌面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它算是一個熊 可是它有很多像訊息即散地的能量在身上 感覺很像是那種 嗯 我覺得你好像也會負責幫忙做一些信財的工作 這種信財工作啊 會比較像是說 例如所有的人的 就是大家要更新某個能量 然後你就會負責去發放這個能量 你就會去發放這個能量 舉例來講 你可能就是 像收發站的一個地方 可是你是一個 有神的神位的 就是可能是有神號的 然後我看到就是 嗯 你好像有一座宮殿 然後金色的 然後在 在那個 在一座高塔的最上面 齁 我覺得不能像是郵差 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那個 嗯 嗯 就是 怎麼講呢 就你有座高塔 然後上面有很多小洞 很多小洞 很多小洞 然後很多小洞之後 就是那個 那個 會有很多訊息 會直接飛進那個地方 那你會負責整合完之後去發放 這比較像是一種就是 中央管理控制台 或者是說訊息的中轉站 中距站的感覺就是 啊 舉例來講就是它有個 有很像是 呃 台北 郵局 然後的一個發放處 然後可能一到中部 就會全部到中部集合 然後中部才去發放 對對對 我覺得就像物流中心的感覺 你好像是坐這個位置的 那因為你們的故事裡面 就看到是一座很大的那個塔 然後那個塔裡面就有很多的 那個小窗台裡面會收很多信件 然後你會 你好像有一大群的鳥 可以召喚鳥 去送這個信件的這種感覺 甚至我覺得 你好像在座椅的背後整個牆呢 就會 你們 我只能說這很特別 很像是有大鳥中鳥跟小的鳥 比如說有鳳凰啊 有一些貓頭鷹啊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鳥 然後他們在平常的時候都會變成金色的雕像 然後坐在你的身後 所以你身後有那種小鳥的圖案 然後側著的站著站著站著這樣子 然後呢 只要開始送信之後呢 就是你會拿信出來 然後那個鳥會自己來接走 然後飛過去接走 飛過去接走飛過去這種感覺 就是 你好像這種收發站的一個地方 然後 而且呢 是有關子的 應該是 看起來是說是有一關半隻 就是說 光位還蠻高 就是說這可能是一個蠻大的光位 或者是說 你甚至需要有底下的夥伴 才能做的事情這種感覺 就是你是一個收發站的一個地方站 然後你有很多的那個鳥啊 的銅像 可以給你去召喚來使用 醒過來 然後還有就是 你們好像也會借那個 借那個 那個牛郎之女 他們去用那個雀橋 就是 那個鳥好像是跟你借的 或者是 是你來召喚那個鳥的橋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你在天道的生活主場景 其實蠻像是一個將軍 或者是所謂的概念的 就是 雖然你是當收發員的這個主管啦 但是 你的主要身份的場景是一個 尤其是一個男人跟聽 就是說 你們屬到屬於護衛型的 比如說 你們 你們除了收發工作以外 你們要做站崗 比如像將軍啊 然後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你們是 哎 做門衛啊 或者是說 會會將那個 比如說不同的那個通道跟管道 他會做一個結界 一個封閉的這種感覺 就是 這是你們的生活主場景 所以 如果說 你們 除了天上的收發員 是你們主要的那個 呃 正直的話 就是 哎 就比較像正直 就是說你們的 你們的那個什麼位分 在這個位置上啦 就是說你們 要做這個工作 那你們的正直的話 就比較像是說 門衛 護衛 或者是將軍 或者是 可能我們在人間看的話 就是護衛神啊 將軍神啊 或者是說 那種門神那種等級的 左右的 而且我覺得有一些 可能是那種 到護法神等級的 二號主牌的朋友 就是會護法神 所以就很像是那種 我一天菩薩啊 佳人尊者 或者是那種四大天王的門神類型的 也會蠻有二號主牌朋友的能量的 對 就我覺得 第二主牌的朋友 蠻特別的 那所以我覺得 二號主牌的朋友 你們會不會有一種天生的性格啊 比如說 你們會不會 那個資源整合速度很快 或者是說 什麼事情是誰做 什麼事情是誰做 你們會很有這個邏輯 就可能派發的事情會很清楚 誰做什麼事會很清楚 或者是說 那個什麼 幫忙把訊息交付出去 或者是幫忙訊息整合 比如說出門啊 很早就說 我要跟大家來收多少錢 做總務啊 或者說 我們要怎麼安排行程 一個人提一個出來 你可能就很有這種統籌的能力 統籌的能力 這樣子 然後 第二主牌的朋友的話呢 你們還會有一種 歧視男人跟庭 就是說 你們也會 對自己比較有那個權威感 然後比如說 比如說保護自己啊 或者是說 你可能對於自己的界限 才來比較死 或者是說 我覺得 因為畢竟有守衛過的這個念頭 所以呢 嗯 我覺得二號主牌的朋友 你們也會稍微的有點像是戶內 比較戶內 比較戶內 對自己人比較好啦 或是說 對自己人會比較忠心 但是就是那個什麼 只要一到外圍啊 不是我們聽的啊 不是 不是這個我們的人啊 你會把他擋在門外的這種感覺 就是 你也會對於自己比較保護感 或是比較權威性 也會對於就是說 比如說自己的團隊被入侵時 你會比較有防備心的這種感覺喔 這個是你們天道上面的一個記憶 那所以你們 我看你還會那個什麼 騎著那種天馬 帶著軍隊去 去繞那個整個那個 天門那種感覺 比如說 南天門繞幾圈啊 北天門繞幾圈啊 會有這種工作 在你們的身上比較多喔 好 那我來看看你們是 因爲什麼故事而下凡的呢 因爲什麼故事而下凡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幸運草小孩跟棺材 幸運草小孩跟棺材喔 嗯 我覺得喔 第二組牌的朋友 如果說你們下凡真正的原因的話 應該就是 嗯 我覺得比較像是說 你們就下來生平街的耶 什麼叫生平街 就是說 幸運草跟小孩就是說 欸現在就是 有一些任務呢 然後是可以讓你去 去重新再來一次的 然後就是 你可能就是要從 這個職位跳電話的職位 或者是說 你要從守門位這邊 要升上一個 有自己宮殿的這個神明 跟神仙的時候 他就會說 欸誰誰誰的年份到了 就是說 好像在 在這個二澳主牌朋友的視野裡面 看得到 就是天上的神仙 你們站的位階啊 你們他們是有一種年限的 就很像那種約聘制的這種感覺 啊約聘到了某個時候 可能就會 因為有些人是語化 有些人是要交給徒弟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要交接 那你們好像是那一種 需要再去轉世一次 比如說 要再把劫列一次 或者是說 你曾經要 你要升街或者去考驗 你要去別的星球啊 別的維度 去歷練一波回來 再重新脫胎換骨的感覺 所以呢我覺得 二澳主牌朋友你們比較下來歷練的 所以你們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多時候 覺得好像 覺得身邊的人比較笨啊 或者會覺得就是說 欸 你會很想要學新東西 你可能對於那種東西 學一次就逆了啊 學一下又不想學了啊 或者是覺得就是 會一直想要不斷研究新的東西 然後對於那種 比如說上個時代的 比如說比較傳統的啊 傳統記憶啊 或者是說比較居家啊 比較 比較那個存在很多年的東西啊 就是或者是老古板的東西 二澳主牌朋友你們比較沒興趣 因為有一種感覺 二澳主牌朋友的靈魂 應該是要下來歷練 跟下來那個 準備升品街的 所以就要來學很多經驗 跟學習很多新的知識回去 那所以你可能 也算是老靈魂的 就會覺得 哎呀 每一次都覺得那個下來的時候好煩喔 然後或者是說 啊 我只是為了升個品街 然後還要下來當一輩子的人 就覺得說 你可能就是那種記憶沒有洗乾淨 所以你就太聪明 會有些智慧 那你下來之後就會看到那種 很多人很笨 或是覺得說天啊 就是 就是你們這個東西 不是一次就搞定了嗎 所以你學東西比較快 然後很快就膩了 然後喜歡學新東西 然後可是其實是因為你們是下來 比較像是體驗 就是 這個叫什麼 升級的 你們是來體驗完 然後回去升級 然後回去回報 就是你的這個功 這一次就是來考試考怎麼樣 就有機會升級跟升遷 所以你們是下來升級的喔 這是二號主牌的感覺 好 以上解牌 送給二號主牌的朋友 如果喜歡今天解牌的話 在留言區幫我按個愛心喔 謝謝 謝謝 選三號主牌的朋友 我們選的是粉紅色的療癒蠟燭 look at me的粉紅色療癒蠟燭 我們選三號主牌的朋友 好 那我們準備開始囉 第三組牌的朋友 第三組牌的朋友 你的前導記為何呢 有什麼故事呢 第三組牌的朋友 瞧瞧第三組對不對 準備換你囉 你知道我們昨天晚上 本來我在看那個水星的魔女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我們看一看那個韓劇那邊 太有趣了 我們就看到了 仇女大翻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仇女大翻身 你看過嗎 沒有 有一個韓國女星 然後很胖 然後後來 那個好像本來是 美國的 劇本嗎 反正那個劇本 顯示那個 英語系國家開 喔真的喔 台灣有個版本 是那個什麼 這種大概的故事 可是 這個是 是 重點到一半 是那個大減肥 就變 就從超胖變超瘦 然後 連自己在進前面哭 我覺得自己很漂亮 在電影 然後我就難得 難得一見看到肥 你看到哭耶 我說 有什麼好哭的 他不就唱了一首 感動的歌曲 好我們來看到第三組牌的朋友囉 你們的天道記憶為何呢 我們剛好兩組的夥伴們都有那種門口守衛的概念 或者是有某種關鍵的概念對不對 第三組牌的朋友 你的那個天道記憶比較特別一點點了 好 因為第一個是毛 花束跟船喔 嗯 這個 我覺得第三組牌的朋友 你在天道的記憶比較像是那個 要怎麼說咧 呃 你們 如果 好 如果就是你們 你們有看過雷神說的話 不是有那個 喔 那叫 帶扣單單阿姨好不好 沒辦法 你可以幫他開燈嗎 開燈而已 那還可以 就不用陪他上廁所 可是他要開廁所燈跟那個走廊燈 他會怕 就那個 那個書前面的都要幫他開一下 好 那個 你們如果看過那個 索爾不是會有彩虹橋嗎 對不對 他不是要下那個毛 然後要迎接飛船來 然後甚至就是說 會有那種 嗯 就是公營 來到天道的這種感覺 那 三號組牌的朋友 你們就會很像這一種 這一種 這不叫門位 比較像是那個 領航員 或者是那種 通道的開啟者 我覺得這可能比門位 所以還要再厲害一點點 就是譬如說 你們主要迎接的是那種 跨維度來的 或是在不同的界 跨界的 譬如說那種 譬如說 譬如說 先 譬如說先 神仙那種感覺 所以你會 你的世界裡面 有靠就很多的 飛 會有很多飛船啊 不同的渡輪啊 不同的 會有 有些會有 降雲 坐降雲來的啊 坐蓮花來的啊 或者是說 開圈圈飛過來的啊 都有你們來做錢 你們很像一種 外交官 招待 招待 然後或者是說 你們是那種 引領員的這種感覺 都在那個 第三組派的朋友 啊 所以我看你們的畫面 看到就是你們會負責 停放飛船啊 或者是說 大家坐的零售 要放哪裡啊 或者是你們 乘坐來的工具 要收在哪 你們就有這種 感覺 對 接待人員嗎 可以這樣說 可是我覺得 接待人員講 我覺得更像是那種 我剛說的就是 那個 身份比較高貴一點 就是 嗯 外交官 我只能說外交官 認真是外交官的感覺 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你們在天道 當外交官的喔 負責帶領大家認識天道 或者是引路 還有停放機械 而且還有帶著別人 就是說 我們往這邊走 你好 我是今天的誰誰誰 所以權力也蠻大的這種感覺喔 三號組牌的朋友 那三號組牌的朋友 來看一下你們的 你們在天道生活的主場景 又有什麼呢 重點是狐狸 書本跟月亮喔 嗯 好像你們都比較在夜晚行動 白天好像都很忙 這種感覺 那狐狸跟書本呢 會有一種 會有一種那個 你們有很多資料 要一直查一直查 一直查一直查 然後很多時候就是 整晚都要在忙這種東西 就感覺 三號組牌的朋友 你們在天道的樣子 像是說 你們可能會用 很多不同的語言翻譯 舉例來講 你可能也會 你可能可以跟佛溝通 可能也可以跟獸溝通 可能也可以跟 那種 比如地界的溝通 就是好像那種天道 會有各行各界 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維度 不同的高原 不同的宇宙 會到來 然後但是 這個三號組牌的朋友 你們會很忙 就是說 我今天要換成這套服裝 去接待誰 比如說 我就要換成軍服 接待哪個軍隊的到來 我今天要換成那個什麼仙服 接待神仙們下來 我今天要換成那個什麼 湖族的那個 那個那個 把袍 來迎接湖族的人 來迎來這種感覺 所以 你們感覺是個team 就你們整個team的人 都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 書本就說 你們有很多的東西 要學習 包含文化 就是你們的資訊庫 跟智慧庫 需要很幫忙 所以我看到你們 很常在忙碌 然後很忙碌的時候 就是說 你要記住 每一個那個 種族的禮儀 然後記住他們的服飾 他們的細節 他們的講話方式 他們的規章 要安排 他們可能來到天道吃 什麼這種感覺 所以月亮看到你們就是 會忙到很晚 或者是很長 會花非常多時間 來準備那個 明天要接待客人的功課 這種感覺 好 那最後我們看到你們 為什麼會轉世成為人 小鳥庭園跟熊 在最後一組牌 第三組牌的朋友 如果就是說你們在天道上面 曾經 曾經有這種不錯的質問 那為什麼要轉世下凡呢 是小鳥庭園跟熊 嗯 感覺三號主牌的朋友你們是來支援的 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小鳥應該是說 他們說 上面在講說 接下來下面好像會有一個 怎麼樣 什麼樣的事情 大家在口耳相傳 聽說 聽說人間準備要怎麼樣 聽說我們的資源在改變 聽說我們能量在異動 聽說要變化了 聽說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能管的事不用那麼多了耶 會有這種感覺 然後 我覺得這邊也會有一種 嗯 好像 好像這個任務是需要那個 需要有人去前往的這樣 然後所以會挑出幾個精英去前往 那三號主牌的朋友在天道的記憶 就有一種 欸 大家講一講之後就說 好 這個任務我蠻想參加 不然我去好了 就覺得自己可能很能力啊 很聰明啊 就想參加 而且熊喔 就是會帶有一種 很強悍的姿態來參加這個活動的感覺喔 所以呢 我覺得 就是你好像是 我主要我覺得像你們像是下來 下來 當那個 下來當 當那個什麼 任務的執行員的 所以可能是來支援的 比如說你可能要支援一些 一些那個下來歷節的人回去 要支援一些下來要回去天道的人回家 或者是下來可能有帶天命還沒完成 然後協助他們完成 啊 或者是說欸 可能不同 你可能有很多資訊都知道在你身上 所以會有很多人來跟你問事情 要跟你講說 欸我能做什麼能做我能做什麼 其實就跟天上的任務是一樣的 你就是也是 也是帶領員是外教官 然後你學習很多語言 學習很多溝通方式 學習了不同的打扮 學習不同的那種 裝容的感覺 所以呢 你可能下凡是要來支援某個任務 他正在執行 可是你是下來支援這任務執行的 或者是說 來給一個強而有力的助力 有一點像是說大R啦 就是說大角色 就是那個什麼技能比較強的角色 來到人間然後帶領那個你們原本的夥伴 或者是說來做任務的team 趕快救他們走的這種感覺 蠻多的 那所以呢 第三組牌的朋友 你們會不會有一種覺得 嗯 自己 欸 其實人生蠻容易跑來跑去的 工作換來換去的 或者是說你們可能很多地方都要跑一下 比如說英文也會一點 日文也會一點 行文也會一點點 那或者是說你們容易接觸到各行各業的人 那比如說 這邊有娛樂圈的啦 這邊有醫美圈的 欸 這邊又有那個什麼 那個咖啡廳餐飲圈的 這邊又有那個什麼 那個政治圈的 欸 很多圈子你們都會認識一點點 而且會有一種感覺 你們會對於 你們對於那種打入別人的圈子 你也非常有能耐 很快速就能被接啦 很快速就說 喔這我可以我來試試看 很快速會接到案子 就工作 這種感覺 這是你們的一個天生的天賦喔 在天道帶下來的技能喔 所以簡單來講 撒到主海的朋友 你們大概就是 嗯 在天道當過外交官 外國領航員 或者是這個什麼 負責引領別人來參觀天道的這個什麼 的長官那種感覺 是還蠻大的一個長官 然後在記憶場景上的話 你都很忙啊 很多資料 很多卷筒 很多文件 很多書庫 如果整個那個書 你在工作 都藏滿了書籍 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卷軸 不同的維度的那種事情 就一直在學習這樣子 就你們如果看過那個奇異博士 就很像他們那個書庫一樣 那種感覺 你會坐在那個地方 一直翻譯那些書庫 好那你們會下來 其實我覺得 商業主海朋友 你們可能 在下來之前 只要有個任務正在被執行 然後那一群人 現在可能執行不完了 或者是他們很需要一個外交官 來做一個協調跟領航 那你就說 我自願去帶領他們回來吧 你可能覺得第一個 可能讀書讀了也累了 第二可能也覺得自己能力 比較足夠 下來是比較有機會 可以帶別人回去的這種感覺 比較有自信一點啦 所以你就決定下來 就引領他們回去 所以商業主海朋友 其實相對來講 你比一二主海的朋友 可能更有甜蜜任務 或者是說更有質疑 你需要去做 或者是有很多人 都正在等你的感覺喔 好 以上解牌送給商業主海的朋友 如果喜歡今天的帳幕的話 記得在留言告訴我 愛心好嗎 謝謝商業主海的朋友喔